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27岁产妇冒死生下双胞胎 丈夫只说了一句话 听完想哭 一起来听 这两天看了一部纪录片 眼睛都哭肿了 它叫《人生第一次》 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2分 记录了12对中国人 意义重大的人生第一次 描绘了一个人生老病死的真实图鉴 作家陆瑶曾说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对于我们来说 人生是由一个个节点组成的 有些节点不重要 但有些节点却影响了整个人生 在这些重要的节点里 往往藏着许多第一次 而在这些第一次里 超过一半都与伴侣有关 在面对这些人生节点的时候 伴侣的行为和态度 往往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抉择 看完这部纪录片 你会明白 这一生遇到一个对的伴侣 究竟有多幸运 关于结婚 照顾两个字 责任很大 小林和家梦是一对跨国夫妻 小林是新加坡人 家梦是上海人 两人这次回上海 是想领一本中国的结婚证 同时也想举办一次中式婚礼 这是家梦的一个梦想 女儿即将远嫁他乡 妈妈自然不放心 筹办婚礼之外 妈妈几乎每天都拉着女婿 教她做菜 从买菜到掌勺 小林跟着丈母娘 全心全意地学习 只为将来给妻子 做几道家乡菜 尽管很少下厨 但小林依然学得不亦乐乎 不会说中文的她 在和岳父聊天时 用别角的普通话 向岳父展示自己的决心 不用担心家梦 我会照顾她 岳父却告诉她 照顾两个字 责任很重大 相比西式婚礼 中式婚礼多了不少步骤 而小林这个外国新郎 一直在努力融入 中式婚俗的种种活动里 红包开门 婚庆小游戏 喝甜汤 这些婚俗礼仪 尽管繁琐 但她却乐在其中 最终伴随着小林 一字一句地宣誓 家梦心中充满仪式感的婚礼 完满落幕 知乎上有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有仪式感 一个高赞回答说 仪式感 为每个普通的日子和动作 标定她背后的精神内涵 而婚礼 正是一个向全世界宣布 你找到了另一半的 庄严的仪式 从领结婚证 到筹办婚礼 再到婚礼的举行 每一步都有着 无数细碎的事情要处理 正是这些琐碎的小仪式 在提醒着你 你要成家了 村上春树说 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喝牛奶时 你替我擦掉嘴边的白泡沫 是仪式 出门时 你把我的领带调整好 是仪式 走路时 你蹲下来帮我系好鞋带 是仪式 逛街时 你系的我喜欢的衣服 买来送给我 是仪式 婚姻是讲究仪式感的 一段幸福的感情里 总是有着无数小小的仪式 它们可以是一个平凡的小动作 也可以是普通的一句话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小仪式 在传达着细微处的爱意 更体现着一个人 对爱人和家的责任感 关于生子 我这一辈子 就守着你们过了 生孩子 是许多夫妻 婚后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有人说 你才知道 你嫁的人是人是狗 很多时候 产房 就是婚姻的照妖镜 向爽 是一名27岁的产妇 怀的是双胞胎 同时也是一名病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为了治病 丈夫王翔带着他 从家乡到上海 一路寻医 然而 情况不容乐观 医生告诉他 做心脏手术的过程 可能会危及胎儿性命 有超过30%的概率会流产 听着医生的话 王翔脸色悲淒 一边是结发妻子 一边是还未出生的 两个胎儿 但他最终还是对医生说 保住大人 生死抉择上 他选择了妻子 签完手术承诺书后 他和妻子聊天 不断地安慰着他 一边说着 王翔还一边逗向爽 让他不那么紧张 看着丈夫耍宝 脸色苍白的向爽 露出了笑容 就连气色都好了一点 向爽告诉他 自己梦到两个孩子的名字 一个叫春河 一个叫景明 若至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避万寝 这句话出自岳阳楼记 两个诗意的名字 包含一位妈妈 对两个孩子的期盼 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 向爽被医护 推进手术室 家属在外等候 等待的时候 王翔的妈妈 忍不住哭出声来 王翔在一旁 对他说不用操心 自己却焦急地 走来走去 幸运的是 手术有惊无险 听到妻子平安 王翔立马就赶了过去 当在窗外看到妻子时 妻子朝他比了个 耶的手势 这个两百斤的汉子 顿时眼眶就红了 而当他走进病房 向爽却在他面前 哭得像个孩子 受了这么多苦和委屈 幸好你一直在身边 中国有句老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个多月后 向爽再次进入手术室 这一次 他终于要和自己的孩子 见面了 王翔依旧在手术室外等待 夹杂着紧张和期待 2点40分33秒 第一个宝宝出生 2点41分15秒 第二个宝宝也出生了 护士将宝宝抱出来 给王翔看时 王翔只是看了两眼 就紧张地问他们 我媳妇呢 听说妻子安然无恙后 他松了一口气 有人跟他说 不是他想要的 一男一女 可惜了 他回应道 这辈子 我就守着他们过了 病房内 王翔小心翼翼地 把妻子抱回床上 护士将宝宝抱过来 他看着母子三人 露出幸福的笑容 人生初见 春河景明 妈妈很好 爸爸很爱你们 关于生病 相识相知意 相爱相守难 如果你的伴侣 在早上确诊了癌症 中午应该做什么 当然是吃饭 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旁 有这么一家抗癌厨房 他给患了癌症的病人和家属 提供厨房 食材自备 炒一个菜一元 在这里 你能见形形色色的病人家属 他们借地烧菜 不仅为了省钱 也为了给病床上的爱人 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老夏是这家厨房的常客 每天都会在这里 给妻子炒菜 他最拿手的菜 是豆腐烧鱼 妻子爱吃 他就经常做 然后一口一口地喂他 他的妻子患癌六年 他就照顾了六年 护士给妻子打针时 妻子疼得叫出了声 老夏就叫护士温柔一点 妻子听到后就笑了 妻子觉得自己拖累了他 他就安慰妻子 我老婆是最棒的 他也会抱怨照顾妻子很累 但却从没有放弃的念头 夫妻之间 相识相知容易 相守最难 也最动人 范学锦和张国胜 也是经常出没在 抗癌厨房的夫妻 老范得了肝肿瘤 本该禁养 但他天性乐观好动 坐不住 于是就常常陪着妻子做饭 有一次妻子把鱼煎碎了 老范就乐呵呵地说 煎得不错 好动的老范 在化疗结束后 喜欢四处走动 找病友唠嗑 而妻子带着刚做好的囊饼 在整个医院找他 老范看到妻子做的囊饼后 伸手就想抓 却被妻子训斥 先去洗手 洗完手后 老范抓起囊饼撕成两半 准备跟妻子分着吃 嘴上还抱怨着烫死人了 看着丈夫的模样 张国胜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在他心里 其实无比地心疼老范 看着老范病情好转 他由衷地感到开心 一次 在厨房做完饭后 天上下起了雨 老范毫不在乎地走了出去 妻子看到 立马紧张地追了上去 边跑边把外套脱了下来 给他挡雨 他说天冷 他不能够淋雨 乐观让老范接受了癌症 但与妻子的相伴 却让他扛住了一切 有人说 夫妻本是同里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许多人赞同这句话 但总有人 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并非如此 幸福的婚姻 不是男才女貌 不是有房有车 而是两个人 能坚定地走过风雨 一起到老 人生无常 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与家人一起 平平安安地吃顿饭 一书一饭一辈子 就是婚姻 最令人羡慕的模样 看过这么一段对话 什么是婚姻 婚姻就是 吵架冲出门之后 回来顺便买了个菜 没错 这就是许多人 在婚姻里真实的近况 吵吵闹闹 却又充满烟火气 我见过很多夫妻 他们有时恩爱甜蜜 有时吵得不可开交 但在关键时候 总会站在对方身边 成为对方的支柱 正是这种对方 一直在身边的感觉 才令人心安 在每个重要的人生第一次 倘若能有一个人 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那么 就算面对未知和艰难 也不会茫然无措 而一起老去 不过是两个有感情的人 相互扶持 走过一个又一个人生节点 关心对方 同时又被对方关心着 缘始于遇见 情长于陪伴 点个赞看 愿你我 此生都能得遇有情人 共度烟火人生 请不吝点赞看